大家好,我是阿翁,我是阿翁 今天阿翁講回樓市 因為始終講回自己的老本學 因為快到了公估期限 可能就開始要剃樓了 在這個疫情期間 我以6月,7月份應該沒什麼成交 6月份有173宗 平均有200個地產,一個人有成交 但這個是否以偏概存呢? 地產沒有成交,你們的商業沒有收入 對呀,我生業都很差,沒有收入 但澳門的租金市場就非常旺盛 基本上是在疫情之間 阿旺就不說了 但都有很多地產開了租蛋 阿旺自己就被阿翔做租 但疫情無奈,阿旺開始要做租 所以如果你們找租的話 隨時都可以找阿旺 阿旺幫你找個合適的單位 現在租金全部都是有計量的 其實都挺便宜的 如果你是選擇,沒有什麼要求 當然你說什麼海上居,海天居 環繞天下這些高級的住宅 因為人家都要給管理費 那他們就不會便宜得太多太多給你們 這方面要注意一下 而買樓呢,有些人說 喂,樓價現在是否值得買呢? 阿旺覺得,他想便宜的便宜 他不想便宜的便宜 那當然有很多人的要求 喂,樓價會跌的,會跌的,會跌的 會跌的,會跌的,會跌的,會跌的 阿旺回答你一句 Sorry,不會 為何阿旺會這樣說呢? 第一,你有沒有看過新的經歷法 阿旺之前都說過的 都要買到五千元一呎 而且,你倒了之後 原價買美政府 是沒有任何升值空間的 沒有得轉手 但今時今日你買一個 唐樓也好,電梯也好 它起碼有升值空間 起碼可以轉手 你等錢洗的時候都可以買它出來 但是,房子是沒有得買的 或者你移民來都可以買出來 那第二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全澳門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你不買就不要緊 現在很多人不買 為什麼? 沒有地方住就要逼住買的 香港也是這樣的 其實香港現在疫情 其實它的樓價質 推新樓基本上都是清的 那澳門遲些都會變成這個地方 有很多人說 喂,我回大陸住了 大哥,好啊 但是你習不習慣才行的 很多人是OK的習慣度 那你回大陸買也是一個很明智的選擇 你也是找回阿旺買的 回大陸買 但是有很多人接受不了 始終澳門土生土象 他們覺得會回到內地 有一種歧視的感覺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有一個朋友回到內地住 他說,喂,現在疫情澳門人 其實他們不歡迎他們入場 因為怕有病毒、病菌 但是他們不記得做澳門人 帶給珠海 有多大的收入 多大的價錢 這個沒得說 這個就要自己衡量一下 買不買大陸 第二個問題就是 剛剛提及了 就是政府的托市 第三個問題就是 你今時今日真的想買便宜 其實是有的 因為澳門始終 心理上有很多人害怕 那樓市真的會弄 怕的時候便便宜 還有他們等錢花 周轉不到便宜 但這些貨是否真的這麼多呢? 是否真的有呢? 這個真的是看你自己 信不信眼光 這個世界沒有說 買貴買便宜 阿旺都買過很多貴樓出去 阿旺都買過一些便宜出去 這些是看個人的喜歡 還有你需求 性大不大 今天你需要自住的 你怎樣也要買 死好懶好 難道你真的去租一間房子嗎? 你租永遠都是幫人供樓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的 那阿旺覺得 如果你真的 有這樣的錢 而且撐樓便宜的話 聯絡我吧 可以去看看 你到底是否適合你自己 但當然 如果他現在做 真的價錢 離譜的 開得貴到天 阿旺都不會介紹給你 怎樣說好呢? 起碼都要保證回來先 所以 現在看樓 可以隨時找阿旺 阿旺可以帶你去看樓 但當然要看政府的政策 和措施 和業主開不開門 這是正常的 帶和阿旺看樓 要準備三件事 第一 你一定要是盧馬 第二 一定要戴口罩 第三 準備一枝水 因為現在的天氣真的很熱 阿旺今天的視頻到這裡 你覺得我說的合不合的 看你 那片尾呢 有張圖 如果你有空的話 請阿旺喝茶 今天的視頻到這裡 各位 拜拜